106App講義裡面的Sign Rover這個連結 那其實我有把它複製到206,206底下這邊也有 OK,那我就做了一個,其實我剛剛已經做好一個啦,我隨便調一調 其實不知道怎麼調會比較漂亮啦,反正 我就想說啊,調調,其實主要就調什麼呢 我發現它給的上面的顏色好像都太深了,所以我都往上調 把這個顏色調淺一點,看起來好像就比較OK一些些 所以其實也沒調什麼啦,反正就把它調淺一點就好了 那其他的話呢,上面就調深一點,底下就調淺一點 也把它游標移動的時候,它還會反映出來,有沒有 像這個地方,看起來還OK 那OK的話呢,之後我要怎麼樣把它用在我的App裡面 第一個啦,我是建議你可以先 因為這個布景主題將來呢,如果你不小心 換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話,那這個布景主題下一次 你要調出來,又會要花一個時間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把它存檔 存檔的話,存這個樣式的話 其實喔,主要它不叫存檔,它叫Share 也就是你怎麼樣呢 把這個地方按下Share的話 它會把這個狀態存起來 所以喔,你如果要存檔的話,其實Share就可以了 它會把這個地方,跑一個這個數字出來 跑一個這個樣,這個這個連結出來 那如果你把它複製起來 像我的習慣是把它 放在底下這邊,分享範例,其實就是這一串 有沒有,那這一串的話,如果說下一次喔 我假設呢,不小心把它關掉了 這個關掉了 那我下一次如果要看到一模一樣的,其實很簡單,就連結它就好了 連過來之後,它就會 把你剛剛的那個狀態 全部都記錄下來 你就再連結就好了 所以其實存檔 有點像就是說,按下這個 產生一個這個連結 把這個連結記下來 其實這個連結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 一個網站 然後裡面的話,好像記錄的ID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 今天的 日期 2020的 12月的 23 可是問題今天24啊,那為什麼 才是23 為什麼呢 我猜是不是因為是 這個 這個網站是在美國 美國現在應該 如果算起來的話,美國應該是不是還沒 還沒到24號 等於是說 我們現在的時間下午 那是它是前一天,它是 凌晨啊 還是說它在 更美東的地方 可能喔,它在美東的地方 等於是現在還沒有24號 我再猜一次這樣 不管啦,反正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要把這個狀態記下來的話 其實按下 Share就可以了 Share Sync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就可以幫你把它記 你只要把這一串連結 記在一個地方 像我習慣就把它寄到 雲端 雲端的那個 文件 裡面 不然的話你就找個地方可以放 找個地方 然後把它 就是 第一個 所以我剛剛 存的就是範例分享 如果你點這個的話 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OK 不過還是自己調啦 你不要就直接拿 拿我的 變成說這是我調出來的 你就自己調一個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把它用在我的 這個App裡面 因為目前看起來的話 它現在還是長得 黑黑白白的 有點醜醜的 那如果我希望把它變得漂亮一點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該怎麼做 其實做法前面在106App裡面也講了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參考 當然第一步的話你先 把布景先做好 第二步的話呢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要去Download它 有沒有下載 所以下載的話主要是從這邊Download 那給它一個名稱 Download完之後解壓縮之後 找到裡面有一個 開頭就是你剛剛給那個名稱 我們現在變206了 206App 然後點mini 點css 放到哪裡呢 放在JQuery Mobile的 這個目錄底下 並且更改你的程式的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第幾行第六行的地方 OK 按照步驟修改 應該就沒問題 那我改一次給各位看 所以特別是有 這個很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你差一個步驟錯都不行 其實有時候做設計類工作 是這樣 對的話呢 一次就對了 但是你錯的話 好像要改很久了 所以其實 理論上 盡量 想辦法 讓你的這些動作 不要做錯 就對了 你就不用花太多時間 否則的話 你光差一個地方 有的人光 少一個符號 一個點 或者是一個名稱 寫錯 都不OK 像我的習慣 現在已經慢慢知道說 千萬要 小心一些細節 那做法 我做一次 一個 我們先 到這個 這個步驟主題 假設已經做好了 第1步 第2步的話呢 我就按一下 download 他會問你名稱 而且他還會告訴你說 將來喔 你只要改這 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有沒有 他還 罵個起來 其實就是什麼 連結到那個 其實就是第六行的地方 那我們給一個名稱 叫二零六 App 好了 這樣子 OK 然後呢 我再按一下 那個 download 所以給 一二三 download他 Download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直接把它打開 在資料掌握中 檢視 然後把它解壓縮出來 解壓縮字池好了 解出來之後的話呢 你找到sync 裡面喔 會多這個啦 其實主要 就是找到 解壓縮之後的 這個目錄裡面的sync 裡面的這個檔 其他其實都 不需要 只有這個而已 sync裡面的這個喔 那把這個檔案呢 你把它 複製 到 我們的 網站底下 網站是在桌面上面 206App的這個目錄 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好 那 貼過來之後的話呢 我就在修改就OK了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 其實喔 你會發現這個應該是要取代 應該是取代這一個吧 因為這後面其實也有好幾個是什麼 mini.css 其實就取代這兩個其中一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步喔 把資料貼過來了 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再切回來 當然目前喔 你在這顆mobile裡面有了 如果沒看到的話 你重新整理 就會看到這一個 那 把東西放過來之後的話 還要改一個程式 改第六行 所以你找一下第六行 有沒有發現這第六行 其實就這一個啦 把這一個 改成這一個 也就是說你的 剛剛那個目錄裡面喔 有沒有 有一個 原來是這一個 這個是 things 一點 一點 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個 把這一個 換成這一個 那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啦 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另外 我直接乾脆 我如果不改的話啦 其實甚至可以把這個的名稱 換成這個名稱 這邊程式就不用改了 這樣也可以喔 兩個方法 只是我們習慣 喔 之前的方法 沒有之前的方法 那我怎麼改 其實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一串喔 那你 直接乾脆把名稱複製好了 206app.mini.css Ctrl C 然後貼的話呢 就把它蓋過就可以了 把這個名稱蓋過去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喔 就這樣子喔 好那再來的話呢 關鍵時刻來了 到底會不會成功了 其實喔 如果你都做對的話啦 理論上就一次OK 但如果你做錯的話 哇 那很麻煩 你又要重來一遍 有時候啦 像同學做錯 然後問我說到底哪裡錯 我有時候 甚至跟他講說 你倒不如你重來好了 因為說真的要 找裡面的錯誤 還真的不太容易 那我有時候盡量怎麼 按照我習慣 這個步驟啦 只要按照對的步驟做喔 理論上結果應該是對的 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樣應該沒問題啦 即時一下 看一下 會不會變 出來了 有沒有 變化了 這個地方 顏色就照了 有沒有 底下呢 就按照這個 然後呢 攝影名詞點進去看一下 有了有變化了 OK 然後 相機的種類 相片 當然呢 因為我有A跟B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主題 改成B的話 那也是一樣 你可以用 那個 標籤 檢視視窗的 JQ Mobile 然後針對哪一個頁面 針對這個頁面 你可以選這個 Page 這個Page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有一個叫 DataSync Data Data開頭 T T開頭 這邊DataSync 如果你後面是空的 它預設就是A 可是如果你有B 有C 有D 還有其他的話 那沒關係 你可以什麼 可以把它改其他的 比如說我 我做一個A 有沒有一個A 是這一個 但如果我想說 我要試試看 我用B看看會不會比較漂亮 或者有C看會比較漂亮 那你就怎樣 可以再把它改成B 特別就要選這個Page 然後再去選DataSync 這個地方呢 等於B好了 OK 這樣都OK 你會發現 另外 你改了這個地方 有沒有 選第一頁 那你會發現 它這一個 最左邊的話 其實就是增加幫你寫一行 程式 在哪裡寫呢 在 DIV ID 等於Home 就這個 Home 後面的DataRaw 等於Page的後面 就會多增加叫DataSync 等於B 所以其實它就是按下這個 等於就幫你寫什麼 寫這個程式在這裡 OK 當然你想說 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在這邊自己打 可以啊 沒有問題 你如果不用這邊的方法 你直接打 也OK 只是說 我是怕有些同學對那個程式 比較不熟悉 怕會打錯 OK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來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它就把 什麼呢 把那個Page上面的那個步行主題 換成是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B的樣式 那如果其他頁面 你如果要變更的話 也是一樣的 你就再把這個 這一頁有沒有 攝影名詞點一下 然後把DataSync DataSync這邊 改成B 如果你有C的話 那你可以再改 其他頁面 看一下 攝影名詞 這是 這有沒有變 DataSync 這個是 看一下 即時 這一頁 這是 這一頁 這一頁的話 是Page Page裡面的話 剛剛是不是選錯了 剛剛是不是選到 選到別的 OK 選這裡好了 記得DataSync 這邊改成B OK 就是一定要選到是Page 它一定是Data落是Page 然後才是DataSync 即時看一下 這個有變了 那這邊的話 攝影名詞 有啦 背景變了 但問題好像上面跟下面 好像沒變 是不是延續 是不是因為我上面跟下面沒有改 反正呢 就是大概這樣啦 你甚至可以有A 有B有C 甚至還有D 你可以很多個 它最多好像可以到Z吧 總共會有26個部件 不過不用做那麼多啦 你就做個幾個 然後呢 最好是 可以讓你的這個 App看起來更鮮豔一些些 那至於顏色要怎麼搭配 可能還是請各位自己試試看 OK 那這個部分 我再把重點 1 這邊我有個連結 這個就是我剛剛做的 2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它下載的話 記得就是 Download它 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呢 把它裡面的這個 206Mini.cs 複製到那個什麼呢 我們的JQ Mobile裡面 然後呢 再修改 一行程式 最關鍵的就是第六行的地方這裡 把第六行的這個地方 改成 206App.mini.cs 不要改錯應該就出來了 畫面再進 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厲害了 你們 要 我 你們 告訴你 說 你們 他們 我們 谢谢观看